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是5月26日 我们敬拜的主题是 维基中的异象 先知以赛亚在圣殿 看到三位一体真神荣耀的显现 今天的主日也是纪念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经说神是四个灵 凡敬拜祂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弟兄姊妹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没有 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神喜爱人这样敬拜祂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圣子耶稣 圣灵 我们的保卫师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的神 你昼夜 在你的百姓 的心灵当中运行 也昼夜的硬蔽着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 我们祈求我们的主 帮助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 完全的归你 专一的来敬拜你 也分别将荣耀送在 分别为圣的归给 那一位在宝座上的上帝 谢谢你 愿你今天在我们中间 享受我们的敬拜 愿你今天以这种敬拜 来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你面前 存敬畏的心 来过我们每一天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我们请 宋恩堂的敬拜小组 带领我们来唱 敬拜的第一首诗歌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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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请宋恩堂敬拜小组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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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能的主宰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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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都敬拜 方向望尽光面 环绕在水晶海 千万天使天君 夫妇口白如箭 喜哉而尽哉 永哉亿万年 圣在圣在圣在 主壮严为荣 罪人魂被拉结 因黑暗最深重 为主上主之身 为主上主之尊 全能有全爱 只剩余真身 圣在圣在圣在 全能大主宰 地上天空海洋 万物同送出名 圣在圣在圣在 自卑全能阻碍 赞美三一生 不自于圣灵 赞美三一生 不自于圣灵 今天上午我们讲到的题目是 危机中的异象 异象都是从神而来的 启示以及引导 所以当我们领受神所给我们的异象 为了使神国度的拓展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面对试探 因着所领受的异象 能够勇敢地说不 不向世俗的压力妥协 让我们面对挑战 化解难题 就让我们今天早上继续跟着敬拜团队来唱两首诗歌 成为我异象 以及求祖开我眼睛 祝我心中望 成为我异象 我别无爱 无畏 祝我情仰 冲满我思想 我心向往 水着我水行 此容使我光 成为我只为 成为我眨眼 我愿长跟随你 我愿长跟随你在我身边 你是我生父 我是你子 你长去我心 我与你和你 成为我顿外 战争的一切 成为我 怎为我心中的灯 成为我顿外 成为我顿外 我心中的灯 成为我顿外 我的力量 我不求去 也不求富裕 你是我最远 从今好勇重 为你在我 心永远之中 天上的灯 天上的灯 你是我本人 天上的灯 往你的太阳 若我向天 把我的大生长 我写出你的心 无不 shout 天上的灯 潘争的杜鑿 在灯 你 怎么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释迦的异乡 用主耶稣的胆 充满我心 用赞美告我口 只我一生送赞你 心主道 使我生命全属你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释迦的异乡 用主耶稣你的爱 充满我心 用赞美告我口 使我一生生在你 心主道 使我生命全属你 姓妹们来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释迦的异乡 看见释迦的异乡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释迦的异乡 看见释迦的异乡 求主 求主开我眼睛 看见释迦的异乡 看见释迦的异乡 心主道 使我生命全属你 今天上午讲到的题目是 《危机中的异象》 经文出自于 以赛亚书的六章一到八节 让我们将时间交给 宋恩堂的许朝梁牧师 弟兄姊妹你们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传讲的主题是 《危机中的异象》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到之前 请大家来听听今天的经文 以赛亚书第六章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纳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万君至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引呼喊者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有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至耶和华 由于撒纳佛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碳 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碳粘我的口说 看哪 这碳粘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今天我们读 以赛亚书第六章 你读完以赛亚书的 第六章以后 你认真的去思考 你会对神的做法 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以赛亚在圣殿里 看见神在高高的宝座上 显出他的荣耀来 为什么以赛亚在那个时候 看见了异象 当时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以色列国本来就是 十二个支派的联合王国 但是由于所罗门犯罪 所以神就把这个国分裂 北国十个支派的 是叫以色列国 南国归所罗门 和他后裔管的是尤大国 当尤大国来到一个王 叫乌西亚的时候 国家正是非常的兴盛 是自从分裂以后 现在国家又开始蒸蒸日上 好像将要回到 从前的那种的强大 他以为尤大国 今天有这样的强盛和繁荣 是他一手所造成的 好几场重大的战役 都能够把敌人打败 他就心交气傲 忘记了 这是上帝给他的保守 突然间加崩了 本来尤大国就认为 他们的国王 能够把他们的国度 再次带回到像大魏时代的那种巅峰 但是突然间驾崩了 大家开始要把他们的眼光 要注目在哪里呢 从前是他们的王 是他们的偶像 现在他们需要反省自己 以赛亚就在这个情形下面 看见了神荣耀的显现 那神给以赛亚在这个意象当中 看见什么呢 我在这里要用一个图表 首先神给他看见的就是 天使和选民怎样敬拜神 他们敬拜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撒拉佛 他是有六个翅膀的天使 天使的一种 他敬拜神的时候 他非常的谦卑 他用两个翅膀遮脸 他们不敢正视神的荣光 然后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脚 为什么遮脚呢 第一脚 犹太人认为是身体最容易安脏的地方 所以他们在家的门前 进屋之前都会洗脚 他们很注重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你们记得摩西到神面前来 他看见那个荆棘的意象 他想跑过去 究竟为什么火烧荆棘 荆棘没有被烧坏 当他要跑过去的时候 听见荆棘有声音 对他说摩西摩西 这是圣地 那摩西就把他的鞋子破下来 然后神就跟他讲话 弟兄姊妹 所以你看到脱下了他的鞋子 表示了人要在神面前 把自己分别为圣 恭敬的去听神给他的吩咐 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 没有把很多世俗产生的事情 从我们心灵当中排出去 让我们可以把自己分别为圣的 来到神面前敬拜他 今天我们缺乏了这种态度 天使撒拉佛的侍奉 他不但是敬拜 他很努力的侍奉 神经怎么说 两个翅膀飞翔 那两个翅膀一直不停的在飞来飞去 表示不停的在做工 他们是传递神信息的使者 你看看 加百列向玛利亚报训的时候 他就是飞来飞去的 因为他是为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服务的 神经说 天使是福意的灵 我们要敬拜 我们不要停止 做神的功 那我们看看 神的选民 他们是怎样的敬拜呢 上帝对先知说 这些的百姓啊 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没有把自己奔别为生 不能够嘴巴敬拜神 但是呢 生活行为为人 却离神很远 有一个寓意故事 天使对一头在旷野中游荡的狮子说 在这条路上 基督徒你不能吃 那这个狮子啊 就乖乖的听话 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 从这个旷野的路上经过 这个狮子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结果了 最后了 就忍不住 跳出来 把那个人抓住了 然后啦 从他的脚了 开始了 吃啊吃啊吃啊 一直吃吃吃 吃到 哪里就停了 天使就问了一个狮子 为什么 我叫你不要吃基督徒 你把基督徒都吃掉了 狮子说 我一直吃他吃他 我从头 从脚开始闻 闻到身体 都闻不出 他有基督徒的气味啊 即至 我吃到他嘴巴 我就停住了 我发现 原来他那里有基督徒的味道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到没有 这个人是嘴巴做基督徒 我们不能够 来到礼拜堂的时候 在崇拜的时候 我们是嘴巴做基督徒 我们要在我们生活 行为 信心 爱心 和清洁上 都做一个信徒的榜样 先知在异象中 神给他看到什么呢 神给他看到 撒拉佛 他们是怎样的歌颂上帝 他歌颂什么 他歌颂圣灾 又歌颂第二个圣灾 又唱出第三个圣灾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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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三个圣灾呢 因为圣啊 是归给神的 因为只有神是圣的 你不能够把圣灾归给人 所以呢 第一个圣灾 是归给神的 第二个圣灾 也是归给神的 第三个圣灾 也是归给神的 那是三个神吗 不是 因为坐在宝座上的 是一个独一的真神 那为什么 有三个圣灾 三个圣灾归给三位神呢 你知道谁是神了 后来圣经给我们启示 天父是神 后来圣经又给我们启示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神 菲利比书第二章 说他与神同等 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极 他是神的第二个位格 所以呢 圣灾是归给这位神圣子 然后呢 圣灾呢 也归给神 哪一位神呢 这是圣灵 天主教了称他为圣神 神的灵 也就是神 为什么这里有三个神 神既然启示 他有圣父 他有圣子 他有圣灵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 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事实 你看看耶稣说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你看到 施洗的时候 要奉圣父圣子圣灵 从来没有说 要加上某某天使 加百列 Michael 或者是Gabriel 等等 没有一个伟大的天使 可以与这三个名字 同牌并列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你看看在英文上面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he name是单数的 但是呢 这神的名里面 这单数的独一的神里面 却有三个位格 是圣父圣子圣灵 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 天使歌颂的时候 他们没有忘记 把圣灾都归给 这三位一体的神 一个都不能少 所以弟兄姊妹 天使 撒拉佛 他懂得 尊神为圣 尊父为圣 尊子为圣 尊圣灵为圣 圣灵是不能亵渎的 因为亵渎圣灵 是永不超生的 我们感谢神 这是天使给我们 立好一个敬拜的榜样 歌颂的榜样 然后呢 圣经说 神对以赛亚说 他的百姓是怎样 怎样歌颂他 他们那是嘴唇不洁的 他们不懂得 尊神为圣的 你知道 犹太人 以色列人 后来犹太人的圣殿 为什么被尾了 在他们圣殿被尾以后 巴比伦王进来 把这个圣殿推倒 结果发现里面 哇 这个本来称为上帝的圣殿 怎么里面有那么多的神呢 原来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 这些犹大国的人 说他们歌颂神 其实今天唱歌给这个神听 明天歌颂给另外一个神听 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满天神佛 而且甚至有一些非情走兽 不堪入目的那些所谓的神 都在上帝的殿里面 所以圣经说 他们的嘴唇是不解的 所以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把你的赞美 归给那不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那神怎么样回应 撒拉佛的敬拜 神经说 圣殿的门震动了 然后 圣殿充满了荣光 然后神的圣殿也充满了烟云 这是什么 这是代表了神 悦纳了天使 撒拉佛对他的敬拜 你要知道 这三种的现象 就是神悦纳人敬拜的表现 首先看第一个 殿门槛的根迹震动 圣经说 撒拉佛天使在大声的呼喊 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 他呼喊的声音 可能就是因为他看见神的荣光 所以他的呼喊是受到神荣光的震撼 所以他这样的呼喊 他的呼喊的声音震动了 殿的门槛 在历史上面 讲到震动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神为应人的敬拜 你看看 圣经讲到 使徒被大祭司所迫害 后来放出来了 他们回到自己的聚会的地方 他们没有因为 那个犹太人 祭司们对他们的迫害而心灰意冷 反而他们大声的祷告 结果呢 圣经怎么说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祷告完以后了 地大震动 他们就从那里出去了 为神来做见证 更有能力的去为神做见证 弟兄姊妹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就是 他们祷告 他们不是因为祷告声音太大了 所以把地震动了 在物理学上面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他们同心合一祷告完了以后 地大震动 你知道啊 受了逼迫 受了鞭打 还能够有信心的去祷告 你知道 上帝也感动啊 上帝说你们信心真大了 因为你们的信心 所以神就震动了地 还有保罗和希拉 他在菲律比传道的时候 后来呢 就被告 关在监牢里面 而且呢 被打得半死 当时保罗和希拉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看看身上的边痕 还有伤痕 在隐隐作痛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 因为传道受苦 使他们心灰意冷 反而他们在夜间的时候 大声的歌唱 祷告赞美神 圣经怎么说 因为他们的歌唱 神死煎熬的门都震动了 而牢门呢 也打开了 为什么打开 难道他们的声音 祷告的声音 能够把地都震动了 不是 是神因为他们的歌唱而感动 为什么 他们被打得半死 还有信心 还有喜乐去歌颂神 你说 神感动不感动啊 神因为他们的信心而感动啊 弟兄姊妹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遭遇一点点的事情 我们就灰心了 我们也不来做礼拜了 你的信心在哪里 你的信心不能感动上帝 上帝怎能为你做大事呢 结果监牢的门打开了 后来呢 监狱长也都信主了 全家也归主了 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原来圣殿的根基震动 是表示神悦纳人的敬拜 然后圣经说 圣殿充满了荣光和烟云 这个是有历史根据的 神往往回应人的敬拜 约纳人的敬拜的时候 都是圣殿里面充满了 他的荣光都充满了烟云 圣经记载 那个初爱几记 三十九章四十章 当摩西造完了神的会幕 摩西所造的这一切 都完全造上帝的吩咐 既然是造神的吩咐 神就心满意足 当会幕要开始使用敬拜的时候 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 充满了整个圣所 里面有神的荣光 有烟有云 甚至那个荣光丰盛到一个地步 连祭祀都没有办法进去侍奉 因为神喜悦 人为他所做的 所以以荣光 以烟云来表示他的悦纳 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 圣殿是所罗门 遵照他父亲的旨意 因为父亲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自己有王宫 神却没有他的宫殿 所以他要为神造殿 所罗门顺服父亲也顺服神 为神造了非王的圣殿 当圣殿落成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和吩咐 所以当圣殿开幕里的时候 所罗门献祭 哇许多的牛羊 成千上万 神越纳他们的敬拜 他们的奉献 于是神的荣光 神的烟云就充满了整个圣殿 这表示说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殿 你们所建的是为我而建的 所以我悦纳你们的祭 悦纳你们的奉献 我以我的荣光和烟云充满这殿 表示这地方是一个属于 我与你们同在的地方 感谢神 这是神对撒拉佛的回应 也表示 地上人对神的敬拜 也应该要感动上帝 但是你看到什么呢 上帝对先知说 你知道这些百姓 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的嘴唇 好像是在歌颂我 但是他们也不是专一的敬拜 所以神知道 以色列人犹太人 他们没有尊神为圣 神就告诉以赛亚 神的忿怒将要临到 神的审判将要临到 因为神不悦纳他们的侍奉和敬拜 你知道在以赛亚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乌西亚 乌西亚王驾崩的事情 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能够把犹大国 蒸蒸日上带上高峰 他因为太了不起了 可以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圣经里面说 神所高立的有三个权位 一个是君王 一个是大祭司 一个是先知 都是神亲手所高立的 那是三权分立 君王不能够独揽所有的大权 君王就是君王 君王不能做大祭司 结果乌西亚心交气 他说我那么了不起 我也什么不能做 他就进去圣殿 他说我要献祭 后来亚伦的子孙 那些祭司 他说 王啊 献祭不是你的事情 你赶快出去 你这样做 是会亵渎神的 他就心一横 就是要闯进圣殿 自己要献祭 当他要献的时候 圣经说 他的额头发白了 原来上帝叫大麻风 临到他的身上 因为神要审判他 管教他 他太骄傲了 结果他发现自己有大麻风 快快了 就从神的圣索退下 从此以后就关起来 直到他死为止 神使以色列人看见这个事情 你看你们的王 犹大国的以色列人 你看你们的王 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来敬拜 他所得的下场是怎样 神给他们看见 如果你们执意不悔改的话 神的愤怒和审判 也要这样领导你们 圣经姊妹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就是 神借着这个意象 给以色列人 看到你们这些 犹大国的以色列人 你看看 应该要怎样敬拜我 撒拉伯怎样敬拜神 怎能在神面前谦卑谨慎 不停的服侍 昼夜的服侍 他们怎样的尊神为圣 神因为他们的敬拜 而大受感动 而以色列人 你们的敬拜 自从所罗门宪殿 以后的那个敬拜 有哪一次的敬拜 是蒙神所悦纳的 从前神的确 曾经感动过 但是那个初恋的感觉 已经成为历史 很久很久很久了 弟兄姊妹 你初次来到神面前 你是怎样怀着敬畏的心 后来你的心也麻木了 后来你再不把神分别为圣 也再不尊神为圣 很多时候敬拜 你带着你自己很多的事物 很多的事情 来到敬拜当中 你不得专心去敬拜他 这样的敬拜 不讨神的喜愿 对于这个荣耀的意象 先知和犹大国的以色列人 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呢 首先呢 这个意象呢 是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 他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 他注视他注视这意象中的细节 那选民呢 他们是没有看见这个意象 是先知把意象传递给他们 所以后来就写成以赛亚书 但是当神的百姓 看到这个先知所写的意象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呢 先知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 他留意每一个细节 他发现这些的天使敬拜神 如同一面照妖镜一样 给他们看到 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 把神分别为圣 那个态度来敬拜他 先知想到自己 也在这些百姓的中间 从前在敬拜当中 久了不知道神是这样的圣洁 久了我们不知道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尊他为神 所以先知看到撒拉佛的敬拜这个榜样 他就看到自己的不义 看到自己的不适 所以他大声的喊叫说 或在我灭亡了 那以色列人呢 他们看到以赛亚所写的这个意象 他们有看到自己的不适吗 圣经说 他们心蒙止油啊 耳朵发沉了 他们圣经读是读了 但是呢 读的时候 不觉得他们对神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弟兄姊妹 先知看到自己的不适 但是呢 选民呢 圣经说 他们眼睛仍然温靡 他们没有看到在神面前所有的不适 所有的不敬 先知看到自己的不适 他立刻的说 我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 也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间 以赛亚承认自己在过去也是嘴唇不解 但是神灭敏他 赦免他的死罪 然后他怎样回应上帝的恩典呢 上帝说 我要猜前谁可以去把这个意象传给我的百姓呢 而以赛亚说 主啊 我在这里 他用行动回应来为赦免他罪过的上帝 弟兄姊妹 这就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敬拜 真正的敬拜 是叫人产生悔改之心 而以色列人呢 他们呢 听见以赛亚所记下来这个意象 他们心蒙只有耳朵发成 眼睛分离 不肯悔改 为什么 听完了所有了 他们的心还是无动于冲 啊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云端崇拜里面 我们去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对神的态度 我们是否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敬畏他 耶税说 耶税说神喜爱怜悯 不喜爱 祭世 对 祭拜上帝固然重要 但是怜悯人的心 更加重要 神说 神的百姓啊 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你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这些就是神所要的敬拜 不能在圣殿里面 主啊主啊主啊 好像尊主为圣 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对人没有怜悯之心 有一天有一个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 他走进崇拜 结果了 主任牧师了 就怕这个人了 会打扰他们的崇拜的程序 于是就拦阻他 但是呢 这个手无寸铁的 无家可归 他就是想进来 说不定他也想 来敬拜神 但是呢 结果了 这个主任牧师呢 就打电话 叫警察来抓他 来了三部的警车 事情过了以后 教会执事们 也没有责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人 弟兄姊妹 请问崇拜的程序重要 还是怜悯重要 所以敬拜 如果没有怜悯之心 这敬拜也不为神所悦纳 第二 聚会是讨人喜悦 还是讨神喜悦 有一个牧师 他说 领圣羌的人 上帝会医治他的病 结果了 很多人领圣餐的时候 就特别谨慎 因为他们都想得神的祝福 弟兄姊妹 这个是本末道具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说 你们吃的时候 喂的是纪念 不是纪念你自己 不是纪念你的需要 是纪念主 当耶稣在旷野 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很多人跟着他 后来耶稣就转个头 跟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跟着我 是因为吃饼得饱 耶稣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要给你们是永生之道 而不是吃饼得饱 我们千万不要把重点搞错了 为了讨好别人 就歪曲了上帝的话 今天的信息 可能信息有一点刺耳 但是神对你说什么 你哪里觉得不舒服 你就要听进去 你听进去了 你就知道 你要从哪里回转 归向神 那你就有福了 第三 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从内里的城市去祷告 从前我跟我的师母 到一个教堂 清晨去祷告 那个门口就写着 请保持安静 尊重其他人 也在祷告 后来我们就进去 我们就找个地方 跪下来祷告 但是他一进去的时候 哇听到有人在那里 大叫大喊 好像找方言 好像用方言来祷告 哎呀我说 这里不是应该安静祷告的地方 他们祷告那么大声 我们怎么祷告下去了 所以我们尽量就想找一个角落 安静的祷告 好不容易 我们总算 也祷告完了 当我们步出 这个教堂的时候 这两个在那里 祷告声音很大的 两位姊妹 也同时 步出教会 那个时候机会来了 师母就跟他说 你们看到门口写 要保持安静 尊重其他祷告的人 结果这两个姊妹的反应 是非常的恶劣 我心里想说 怎么反应那么恶劣呢 刚刚祷告的时候 讲方言 不是被圣灵充满吗 怎么祷告完了以后 又变成另外一个人呢 所以弟兄姊妹 祷告不论你是用方言 用天使的话 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怎样祷告 你怎样为人 你的祷告 必须要从内里的诚实 祷告 因为神是个灵 反正敬拜他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 弟兄姊妹 对于我们的敬拜 我们还有一些 需要反省的问题 今天许多教会 许多的基督徒 他们敬拜上帝 不一定是在礼拜天 不管你是哪一天 当你选定了那一天 来敬拜神的时候 请你记得 你要将那一天 那一个时间 那一个地点 要分别为圣 你要将自己 从各样的事物里面 也分别出来 我要专心敬拜神 聆听上帝 对你所讲的话 敬拜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用手机 当手机有信息 有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尽量 不受他的影响 我们能不能尽量 专心的去敬拜神 不要老是去看信息 因为神不要我们这样的敬拜 弟兄姊妹 在今天崇拜里面 你的敬拜 有没有感动上帝 在今天的聚会当中 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讲话 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你有没有决心 要改变你过往敬拜 敬拜主的态度 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主 他不是万神当中的一位 他是至圣的那一位 你要尽心 尽信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因为有一天 我们要为我们这个神圣的生命 向神来交账 先知说 我们要深深反省自己的行为 然后再归向上帝 现在 我邀请 宋恩堂的敬拜小主 带领我们来唱 今天的回应诗 诗歌的名字是 愿那灵活 无心 有请 宋恩堂的敬拜小主 宋恩堂的敬拜小主 愿那复兴我的灵活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在明媚的春光里 在幸福的生活中 我们愿那复兴的敬拜小主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在温度的事业里 在迷难的小声中 我们有心 我们沉迷 我们沉迷 早把主恩殿忘记 愿那复兴我的灵活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其中的爱心 何处失落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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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艰苦的水月里 在百般的十年中 在百般的十年中 愿那复兴我 愿那复兴我的灵活 愿那复兴我的灵活 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我愿那复兴我的灵活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去 我愿会改重新再得着 我愿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将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 愿神祝福您 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racechurch.com 或YouTube频道 回看讲道 主日学和诗歌 也邀请您 扫二维码登录 我们下星期日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